在疫情期间 演艺圈也纷纷的伸出援手 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演艺圈第一位确诊的艺人 陈灵九出院之后也开启直播 分享治疗的过程 更捐出医疗物资 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 而景曲歌王卢广仲 昨天发布新歌《英雄》 向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致敬 之前也捐赠上百件的防护衣 还有口罩给医院 为医护加油打气 温柔嗓音抚慰疫情期间 不安的心 卢广仲为电影诸葛四郎 创作的新歌《英雄》 也包含对医护人员的感谢 卢广仲除了透过歌声 替他们加油打气 也自掏腰包 捐赠五百件防护衣 五百个N95口罩 送给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 原因圈第一个确诊的艺人 陈琳就有经过十二天的治疗 终于康复出院 透过直播向粉丝报平安 也送出一箱箱医疗物资 谢谢亚东医院照顾 两个月前推出新歌的光良 NV中露出的微笑 就像在跟医疗人员喊话加油 来自马来西亚的他 在台湾生活二十五年 这次遇上疫情 特别像同乡开设的餐厅 订购七百份马来西亚风味的餐盒 送到医疗院所 为前线医护人员打气 收到光良的爱心 台大医师师井中特别分享照片 提到光良哥说 会附上罗汉果和玉米水 给你们消暑 但相反的 我却在心头感到一股暖流 人有国籍差别 但爱却没有 用最珍贵的情感 支撑每个人的心 共同对抗疫情 华视新闻林亭 彭冠林台北报导